哥哥们都走了,只剩我了 那怎么办,只能扛着队伍走啊 再把这些新人变成大哥 我以为是把自己变成大哥 也一样 自己本来就是大哥了 都变几个大哥 看一下一开始 时候这个位置的话,瞄一下中间的位置 中路的信息 前进SPG还是偏向一放的 对,新闻方也没有第一时间去拿包 反而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才让签名是把包给点到 对 那名孟川川都是290 这前期好稳啊 慢慢的收集信息 但是要小心,马哥正在紧门呢 他这感觉有点危险哦 马哥能不能有准够可言 还是漏了两个人过去 对,那单防可能想不住了 毕竟还吃了道具 哇,SPG这边 因为有一开始的信息收集 可以看打得非常的稳健 静点很迅速 迅速把马哥解决掉之后 现在开始瞎包了 那DIG这一波反清 我觉得不好打 只能看R90能不能爆发了 嗯 苏诺一狙 果然这边两把R90要顶过来了 签名拿起了狙 还可以耶,签名 各拿到一个狙杀 再喷掉 签名 是用LW3 狙掉一个 再立马用 手上的R90 完成了一波三杀 加起来一共是四杀 那这一局 DIG的B点 马哥的B点 肯定是 要退居门外去防守了 是 果然是退到了锦门之外 这个阵型还是跟上局差不多 怎么说还在等信息 还是吃信息 你看SB的就很稳 他们前期的话会 他们应该是这个势头 先防守一波 等一波DIG的攻势 如果没等到的话 再根据之前收集的信息 选择一波爆弹打B打A 去看前期信息收集的如何了 感觉两名SPG的狙击手 没有给到太多的一些信息啊 反而是DIG的人选择先动了 嗯 苏诺急了 我先来收集信息 对 这SPG他就想看到这种情况 他怕就怕对方给你打掉了 这若曦的局 包括苏诺的这种狙击手啊 其实都是很有灵性的 若曦这把也是拿了个R90啊 对 其实若曦还是很少给到R90里的 应该是被巴西赛的时候震撼到了 哦 木川川 三连喷 怕就怕这种 那没办法了呀 这 这包点虽然是打进去了 但是后续怎么样去防守呢 逐 选择先不下包 还有20秒钟 DIG按兵不动 可能会在10秒钟的时候往外冲 速度更快了一些换R90 这波 哇 被Nono的Oden制裁了 那是什么 就那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你喜欢动我 我真是你也喜欢动我 没了兄弟我再坏位子蹦 妈的对面 没事兄弟 没事兄弟 继续常规啊 在这一把比赛当中 洛西是选择了冲锋枪手跟重武器手 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R90不知道他使用效果怎么样 目前是两个击杀 FG中加B 好像是打进去了 风穿穿 只有他一个人在酒窍附近做防守 不过这次是不在的 外围好像想打一拨回防啊 但是回防的过程当中 需要小心对面R90的使用者 天明 是 天明发现 自从肖龙打完之后 各个赛区R90的使用率都变高了 以上TRAV都是两把的R90 哇 这边时候迅速的狙掉两个 第三局背身 他把马哥放进去还狙掉一个 不过最后有签名 解决掉了若晴 把他们全走吧来回的 对对对 后面就一个局内移动了不动 先他这把一大一小顶 先他这把一大 你可以控一大 你控一大 先他这把小一大 他们暂停了 这个时候 DYG就很头疼了 嗯 他们就会想 我到底是顶一把 还是跟他们继续常规默认 啊 还是说我们重防一波弊 这就是DYG现在要该想的东西 就其实刚才这两分当中 DYG打的都是回防 但是好像效率并没有那么的高 还是常规默认的防守 但总是会被SPG找到机会 因为 第一波签名 R90杀起来了 刚才这一波 时候聚集又杀起来了 就导致 让SPG的队员去下完包之后 DYG也没有办法 成功把这个包给拆掉 这是最关键的 难啊 就SPG他压宝 这三分全压在B点 我觉得他之后还是会 围绕B点来发起进攻 没错 目前打B点 得分效率是很高的 没有必要再去 稍微改变一下 就刚才确实啊 就感觉 DYG是不是有点 过于后退了呢 嗯 他可能这一局 要小调整一下了 但并没有喊暂停啊 应该刚才是稍微调整一下设备 可能什么 接口松了呀 太过激动了 这比赛打了 DYG还是没变 很自信 他们就觉得我R90能守住 孟川川说 你们都别来帮我 我就要一个打五个 可以的 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到孟川川 他来 他拿一个R90 这次不在吧台了 他直接在酒窍内部 我跟你换人 但这次FG没来 但DYG好恐怖啊 他每一波都是 把点 只交给一个人防守 你看B点就一个魔转转 他A点更过分 放一个宋诺一杆G 就一个NoNo在旁边 当我要不要 是啊 这转不转 问题来了 FG选择做一波转移了吗 到底转不转 带包的厨还在A大 抽厨不前 对 抽厨不前 那就要G啊 原来厨的厨是 是这个厨啊 要走了 签名从地下室过去 完了 被马哥给逮捕了 对 那SBG 这一分应该是没机会了 这DYG他想法就很清楚 我还是常规默认 不着急 时候先鞠掉一个 迅速的爆发 厨也带走了NoNo 这波果断的一波打A 苏诺残血 也被厨打掉 这波出其不意的突破 感觉DYG也没有想到 我觉得厨也没想到 哇 孟川川 不会给他喷完了吧 马哥直接带走了厨 这两枪感觉 那个熟悉的他好像回来了呀 我不用帮你吗 我那时候没说话了 我看你不用我帮你 我是一分钟前说的不用我帮 那时候我在那几年 哥们没事没事啊 也是我没喷死他 我没喷死他 没喷死他就行了 胖梦第一时间 可以 我们发现在最后的这几个残局上面 基本上都杀了 是 感觉R90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保持下去 R90估计离班也不远了 通场率太高了 对不对 你按照这种想法来讲的话 当初 2012独头弹都被搬掉了 BY15独头弹 包括各种独头弹全部被搬了 我觉得像R90这样强势的武器 可能也会被动神盯上 我觉得 只不过当年BY15偏小众一些 坑神成为了受害者 但现在R90流行起来之后 谁都不别想逃 是 这种趋势太夸张了 这一次 SVG四个人已经成功下好包 再次来挑衅 给到孟川川机会 就是孟川川 永远不要来挑衅 一赶 R90啊 这 就一步 时候不要拖时间就可以了 拖住拖住 不会吧 哇 好惊险 如果孟川川 再打掉 这可能将会成为 继续慢 继续慢 趁一大 趁一大 如果说他们G不拿的话 他们就 我怕闪了 我怕闪了 这老赵人给中路一条纤啊 一会儿 是真正的 如果孟川川最后R90 还把时候真的喷掉了 那可能会成为B115 读读读诈诈 向动视发起的检举材料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被搬了 R90你看 你看看 这为什么不被搬 现在 DYG的比分 是有所落后的 虽然说 刚才几个残局上面 孟川川 做的确实不错 但是 你不能 让这样R90 一直这么玩 你看 苏诺出手了 他想着自己的好兄弟 也不能让他这么难 孟川川 可是从B包点 赶到A包点 连斩三人啊 可是还是输了 对 他已经尽力了 不过这一局 对于DYG来说 前期先把 菜鸟这个点给拔掉 而 签名 现在 捡起了菜鸟的局 手里有R90 他 难道要成为 那个超人了吗 怎么说 感觉 我们大队赛的选手 好像没有人 不会玩R90 就捡起来都能忧 没事 我觉得咱俩也能玩 喷子这个东西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好吧 想想都是 反正我是能玩 反正我以前就能玩了 一个剪刀跳 除轻松拔掉了若曦 这波SPG 好像下包是没问题的 但一就要小心一个点 对方的反清 面包房一个双架 A小时候直接是个 非常畏畏的狙击架枪位 但没 除是又有一感R90的 就现在我看包点旁边的 进点打的啊 就关心一个点 哪边R90多 哪边R90多 来了 感觉这一波 直接拉 喷掉一个 时候G一个 但后点估计不敢落啊 逗逗一个顺趴 只剩苏诺了 苏诺小心 这时候A小有感觉 就是时候 但是 除 感觉 这个点 后来 后来 这些也别无选择 OK OK 看过点 我看我看 这一分对于第八截来讲 还是蛮难的 我给后面 我给后面 OK OK 你包括看到 时候在A小当中 及时的给到了 面包房帮助 太快了 FB这波迅速的解决 直接往里走 孟车上的位置 是非常规 吃到信息 马哥举几个 还是被 只能剧掉一个孟车车还活着 他躲在了内部 起码换一个我感觉 打一个打两个 有没有第三个的机会 签名 还是死掉你的R90啊 穿梦 还是那个穿梦啊 这波有人是优势 几百点直接往里堆 nonon打掉了签名 二打一 变成了一打一 好冷静 这个侧身 不是穿梦 我 你不能 你可以再包点那个拐角 嗯 我被散了 所以我往后跑了 呃 若西你去把B吧若西 我去把B OK 嗯 哎 我们打回房 上半场的最后一分 啊 nonon把若西摇去了B点 那这样的话 B点应该就是一个 三人防守 哇 现在 洪川川 有没有 就是miss掉的情况 好像没有哎 基本上 他都能形成 就最最差 就是一波一换一 对 应该是没有空枪的情况 这个状态才是 S6赛季正常的洪川川 对不对 这可是亚一拉呀 现在 确实亚一拉了 但这场不一样 这场确实不一样 因为SPG的对史的历史战绩 最好的 好像是比DIG 哎 好像 好像是要好一点 嗯 应该是要好一点 还在等狙击手的一些消息啊 选择转 要转的话 其实中路这次 nonon也给不到什么太多的消息 只能看放在冰淇淋店的速诺了 他这个点是很神秘的 一杆G 就下这个出口位 冰淇淋店 胆子很大 继续来 能打掉一个 除了大跳很关键啊 这边菜鸟 好像是一个酒吧 这一G 如果打两个 SPG 真接受不了 先个点 赶紧把包给下了 水果摊之后 大罗 我替这次全是烟 马哥的这两局也看不清楚 对 马哥等机会呢 看下队友的臀部 什么时候来 要等一波 这波若曦来到了竞点 哇 还行 至少 这波一换一了 其实这波DIG的配合是有的 是让若曦去探 她是做了一个诱饵 但马哥这边让若曦掉了 其实就比较可惜的 但是 我很有自信 我觉得我不管怎么样都能赢 保证自己的这个 属于自己的打法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换边之后啊 DIG来到进攻吗 一波会怎么样考虑 四个人在A大 看时候第一局的位置 从前点的速度位 往后转 时候一驱 要回撤吗 通过夹缝当中 描一眼信息 看人往哪边走了 信息给到 地下道这边可能是有人的 地下室这边 放人在看 菜鸟应该是一杆鞠在等的地方 并不是 还在A大的上方水果摊的位置 对 那现在 捡起包之后 还是要往B点去走啊 但是要往B点去走的话 马哥也在找 会不会有防守前顶的队员 但是这个时候签名 他已经买好了 看一下 又是R90 啊 是R90 好像和其他R90有点不太一样 跟他刚才那把R90的不一样 感觉距离上面子弹有一些散射了 是稍微人远了 可以 我孟生上这里很谨慎啊 现在就叫看一眼 问他这里没什么人之后 选择来下包 但被穿了一枪 时候这一局 打脚了 把孟生上打到98 后续血量回复 又是四人满边的防守 挺难的 一颗紧门雷直接炸掉了时候 Ada不强 然后死后缩后点 加第二枪位就大个把他走 Ada就要先有颗闪的 感觉不能死 可以再推他 可以Ada再推他 Ada可以再推他 看一下时候的枪位选择 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点啊 那时候这一次换了一个位置啊 哇这个位置其实挺大胆的 看到了能不能打掉 空枪 但对面我跟野空枪 98来了 全都是人 只能说人太多了 我真的不知道瞄准谁比较好 其实时候他自己出问题了 这三枪讲道理来讲的话 应该是三杀 正常发挥我觉得应该是三杀 对 一枪空枪 两枪马枪 主要他第二枪还打了一个98 有点可惜 这是不是时候呀 可能没有到他发挥的关键点 还时候 还没有到他发挥的时候 这个穿业不错的 带走的速度 三大三 这个包还在孟生涵的身上 只能赌一边吗 SPG这里 时间对于DYG来说 还是够的 对 DYG进攻方 他肯定还是慢慢推的 双架这边 在中路的连接位 他的架枪环节 过点都会把二号位摇过来 看一眼 确保没信息之后 小分队再往A写走 这就是DYG的团队写作 很多枪位都是经过研究 才慢慢赶往前去走的 弄到这波横拉出来 队友就在身后 看G的身位 没开到的 打两个好像是 这波出问题了呀 马哥 靠你了 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不过时间也不够了 捉迷藏了 最后的两秒钟 菜鸟只要跑就行了 对面很着急 跟不上啊 SPG这一分 轩奶 你这种情况 你就自己自保就行了 就说他提上来了 那A大 大体还有队有帮架呢 7个场 3B 3B 你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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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 还不反省 刚才那三枪 主要是 时候那三枪空了 其实 他们回去看复盘才能知道 对 现在都是 队友是看不见的 还不能压力他 就时候只用轻松讲一句 哇 A大五个人 大家就能理解了 时候为什么掉了 但也不会有人想 时候到底开了几枪 对 回看录像的时候 到了这一分 时候直接说 这一分其实没什么三架架 大家直接跳过吧 就直接把进度条 拉到4比6了 3比6不看 直接看4比6的 合理的 这个时候 FB的队员 如果 其他的教练啊 什么都在看的话 记得把这一分 给好好拿出来 批斗一下 要深度复盘 其实目前 天明选的几个位置 都还是不错的 至少能够打成 一波一换一的 能换人 这一分应该是 听到指挥的命令 由于这一局的话 是苏诺先掉了 选择A大这边 A大抱团 已经拉出去了 SPG的防守重心 全是在B点 对 选择了一波 补防B点啊 那这个时间点 一旦没有吃到信息 可能就要往A点去转了 一号位这个时候 要不要尝试一下 往外去摸 苏诺 苏诺今天打一号位啊 压力很大呀 其实感觉可以堵 但是SPG没有这样去做 在等啊 感觉要让 GYC先把这个包给下了之后 打一波回防 对 这个时候还堵 话 SPG还要动啊 其实我个人是感觉 其实这个点的话 你发现10秒钟 没有人动 其实可以提前走 一波小小的穿射 GY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 这边地下道 莫能穿的位置 两边都不能看 一波扫车转 一气不得很快 但苏诺的点啊 这个不是天狱吗 A一把G A一把G B一个大比死 咱们应该是这样 但好像是212 他们刚刚一小顶着去了 还是一样的情况 第一时间穿梦 来跟我倾一下一小 保一下我 OK SPG刚才 我觉得这一波从 栏杆出来 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 对 把栏杆外里 SPYG的人清理掉之后 他没 他没注意到 其实若西他 还在 就这是一个双架强位 其实 DIG 导致那个点一直没人松 他在爆破当中 我们已经在这一局当中啊 看到 我觉得有三次 他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队友之间是非常强调配合 没错 像刚才 孟生川和若西 就他想不到 若西在这种刁钻的角度 按照SPG逻辑来说 我已经把孟生川给清理掉了 但既然 这样的话 A大应该是可以上了的 结果 若西还在 而且若西这个位置 他在地下道楼梯那一块 他打对方 就串成了一个糖葫芦 他打得了对手 后面补枪的人 打不了对方 那该怎么办 一个一个被若西打 又有定位 西白鸡又来了 在A大 时候 他应该 也有所意识到啊 两边互相的试探 这一场巨 哦 看到半个身子 石灰要不要走 要溜了 若西在中路 好像也走跑到对位 怕就一波线 没对过 若西又打两个 对 还能跑 这样来看的话 这周 DYG的枪械搭配 好像也有一些改变 是的 若西这个点 还是做了很大的改变的 若西好像变成短架中了 莫川春变成 长架中了 这个改动还是 是小和中路一起出的 嗯 你去这样排他们就行 慢慢打 他们知道 你下次和我闭电话 为什么你和我说 李浩南 哦 我知道我跟你想 我来 我来右边 呃 我代夜了 来了 我看到莫川春会起床 是 我基本上 我可能算 一开始 我没见过他 怎么起床 啥时候见过他拿场啊 但感觉应该 目前在爆破当中 他打R90会比较多一些 在上半场 但现在 我心脏都不一样了 他起床了 这赶场 在今天的对抗当中来看的话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之前我们看过 他只玩两把枪 R90加个几天 没了 如果R90一位班的话 他可能只能玩短剑了 当场推移 但这一次发现 他可能是打短剑特别特殊 对 蔡鸟说时候你行不行 A大我来手吧 你看这我不把宋多给拘了吗 没有那么难打呀 又打一个98 换手枪想补诺诺 失败了 哇 孟车川 打完人之后选择跑 但是签名 开启了尾随功能 感觉孟车川这里要无了 他的枪线有点受限呀 不过孟车川也是一个残血 有选择去抓吗 他有长枪 别急 好像有机会 看他先打谁了 一个过点好像被逮到了 孟车川要下包的呀 而且他也知道 对方只能在A点下包 来吧 要给压力吗 没有选择直接顶 感觉这个欧的包点一架 好像有了 在太妹 哎呀 判断错方向了 这什么太妹啊 就听就听我 怎么说呢 你们要轻轻小的话就 第一次来拿 听我口音 听我口音一起玩就 这把二小话老吴起仓 跟你接一大 那个姊妹你们三币 行就行 行 还要到后面会有 来了 看一下 这分当中 FG 由于刚刚是拿到了 7比6 所以他们迫切的想要 拿到局点 很关键啊 但现在这个情况下 防守还是比较主动的 我感觉时候已经在看这个菜单了 然后一会儿我们就吃一个这个面包怎么样 还有三明治 谢谢你时候让我看清楚了到底这个菜单上写了什么 是 两个最贵的吧 四块三的 四块五的是最贵的 四块五哈 下面两个都最贵的 地外界 感觉进攻的方向还是在 A大这里 哇 这是什么排名点 怪的 而且打完时候之后居然还能全胜而退 下一步的话 看一下 从连接位置 从A小 还是直接往 B点走了 抱团 中路直接往A小推了 A大是没有人的 这波进步 看来要进去了 感觉这个Oden有说法的 这个育苗位置是非常不错的 能换掉一个吗 这波近点杀过来 打两个菜鸟 哦 两边 Oden都有所发挥 哦 菜鸟躲在角落 再想出来 但G都抽了一波侧身 对方 还没有下包的 所以G还是很聪明 下包就打你 不下包我就走了 哇 我想要这个 丢极折磨 真的丢极折磨 哦 好吓人哦 我没子弹了哥 你是不是给他漏了呀 就来来 四一开墙墙埋大 四一开墙埋大 放我一个币 放我一个币 你们走去 来来来 哦 全面卷 来了 听一下这波SVG的进攻 想直接往A大推过去抢一波 但菜鸟留在了这边 鞠了一个 鞠了一个 要抢去酒吧 菜鸟可以溜了 再给一颗拨点雷就行了 有点伤害 但是一般 对 菜面没有抓住啊 哦 时候 难道 又传一个 SVG这一把要有了吗 第一分要顺利的拿到了 你胜马哥了 马哥这个欧敦 再怎么样 也不能全杀了吧 最后恭喜SVG 9比6 战胜了 DYG的第一张爆破图 对的 今天的SVG确实不一样啊 从上半场你就能明显感觉到 在前期的设计当中 是很有想法的 而且每一局的速攻都刚刚好 能够 学生来看 其他这个胜率的情况啊 我觉得 DYG选这张图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胜率 百分百 这也是无偿 无胜啊 而SVG打次数会偏多一些胜率 其实也不差 而上一次两队的交战当中 YG的SVG 在雪山当中是250分比上99分 对 所以SVG能够突破自己的历史 来看一看 这张地图 首先要看一下枪械 难道是穿梦加若曦两把R90吗 看一下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若曦给刀短 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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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SVG这边的话 还是两把短 一波点位 SVG踩得不错 对面R90的冲击力是有的 千明这边 又踩点又杀人 苏诺被千明带走 哇 这不千明 这一开始的手感就是太好了 追着穿梦打 但无需发 点里面这里挺像是非常长的 并且也是有四个击杀的 全都是R90的个人秀 千明再次重回点内 看下谁敢来挑衅千明 又拿下双杀 铁道道具 但总体看下来目前整个内场当中 DYG一分都没有拿 这样下去我觉得这个点位打完 要把DYG打牙火了 这打下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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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哎 这个 看来真不能不能笑啊 我是不是把对标给看反了呀 看反了也不对啊 懵了 现在我也处于一个什么都不明白的环节 就感觉怎么突然一下SBG的热联体系这么猛了 就是一波干净利用的打点 签名单人踩进了点内 马格铺点 欧登也是带走的菜鸟 但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点内当中解决不掉 对 目前点内当中SBG拿下了大量的分数啊 这什么情况 这个SBG不停数里面还有三个冲击技能 吃分太顺利了 来看一下 DVG在缆确战的一个点位 能不能够一扫随势 如果这个点位也被SBG打下来的话 这场比赛我感觉肯定要走远了 这边直接开弓了 菜鸟很有自信 但弓者坏掉了一个 对 圈杰林兴典开启飞动枪 两边都开始开启 但是好像白给掉了 这边有最态度的收获 反而是除在外围 一抓拿下来不复天杀 还行 这波SBG是开了三个冲击技能 要小心一下DVG的反扑 因为自己手中的技能就不多了 这个点位尽量是把分数扩大到100分 那四个冲击技能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SBG马上就要超过100分了 什么情况啊 变天了变天了 大家关注一下 其实DVG他整体的击杀也没有那么的弱 但 还是那个问题 今天来看的话 铁金的选手有点打不过 DVG这边苏诺和nono 热量感短剑 碰到对方的选手 签名 或是除或是剑 根本不是对手 好 毫无还手之力 现在 DVG只能吃 SBG剩下的尾分 113 你那30分 而今天SBG的烟包也用得很好 这场比赛让我想到了什么 Glory打琴柳 啊 有那玩意了 你外围选手发不了力啊 你包括 马哥这个点 他只有点到点点的支撑是比较少的 看一下这波能不能钻到点里去 DVG已经成功近点了 关注团远程开炮 点点的威胁全部轰掉 再炸一下复活点 又炸了 这一波可能是FG 纠纷的时候 对 DVG在点里面存活了太久的时间了 主要今天G的表现确实太亮眼了 21个G杀呀 22个了 Nono和苏诺两个人加起来都没有他的高 很夸张啊 不过在这个点位当中 基本上就稍微追回了一些分数 整体G杀来说 SBG是比较领天的吧 太鸟 在C2再次顶住 那这样来看的话 整个点位的第一波 SBG应该是能够拿下孔子权的 没错 C2的三杀太重要了 哦 记者里没阻弹了 他记人 速诺其实是去打除了 他换了一个攻击 他换了一个攻击 天明再次回到点内 只要天明在点内感觉 SBG的雪山就格外的稳 啊 两个人 就是不想见面 哈哈 互相见面 对了一个嗨 目前在那场当中 天明又回来了 天明就像在点里面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对 点面生产率是相当高啊 我觉得 骁龙打完之后 其实国内的很多队伍 都根据那一次对战的情况 进行了一些小改变 这个改变可能有好 也会有坏 可能DIG的一个相继的改变就是出现了坏的情况 而SBG明显在往好的方向去改变 没错 包括今天其实对战到DIG的这一张雪山 他们的手感 一定是比之前要好很多很多的 对 看一下CR这一波在 别人平台的拼抢 SBG先给你踩出了点 记者们也有杀气的 马克先开 哇 这一把喷出去没要喷出去了 可以 换掉了 那现在很好 我们告诉点里面稍微困糊一下 但是目前DIG点里面猜点的人是天少 没开技能 这波SPG要怎么想呢 他是想要把技能留在缆车站 然后吃60分吗 我不选择放 这波黑洞枪 直接进点 配合队友也赶到 马克再杀过来的点内已经溢住了呀 点里面又是两个人 那两个单自备的双胞胎在点里面 并扎了下来 最后的尾番还是被FVD抢到 看一下最后时刻 无 DIG又打进去了 FVD不想放弃 还是想踩尾番 那下一个点的复活点 FVD已经派人去抢夺了 除先行到达 对 包括看到菜鸟 整个击杀已经上来了 32个击杀了 其实菜鸟的位置 是跟马克起来的相似 不错 复活点拿下来之后 DIG要心情发力了 连开两个终极技能 效果也不错 但是复活点怎么一瞬之间 好像因为DIG推的太前 导致SV脚要拿了 NONO连开了四个人 这一波刷新全让他拿了 这波太关键了 因为本来我们看到 DIG的复活点好像是有两万的 FVD突然出现在了身份 NONO一个人打掉四个 又把SVD重新刷回去了 我NONO这一波太关键了 现在复活点 DIG应该是控下来之后 后续的缆车站的分数 应该也能拿下来 板超比分了 就有点亏了 是 现在对于DIG来讲的话 其实要把雷达弹稍微稳一稳了 复活点这边是第一波没空的 但在雪道附近的话是人数的优势 除开利爪了 再扫 但DIG的提前枪制裁了这一把枪 利爪掉完之后 DIG好像就有优势了 复活点也顺着带过来 180分啊 FG好像只能从正面打进去了 分数已经 让对面拿太多了 蔡尿全都直接在定点开弓 拉弓直接进去 NONO这边也自己淘汰掉了自己 有点可惜 对手也开启了等化枪 这波DIG也反之杀气 往前里走 若西拿到了双杀 DIG已经开始发力了 反而是FG的队员 打不出很好的一波联动 导致点里面进入点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被对面给击杀掉 是 若西还要进到点里面去 击杀完对面的签名 后 点里面DIG又在踩分了 已经超过200多分了 可以200分的话 马上就要来一个灵界值 而接下来两个点位 又是在一些中立的点位当中 一边是边缘平台 一边是中立的控制室 DIG这边 若西是拿着等化枪的 内场 若西先到 后续可能在内场当中 就是签名发力的一个点了 若西已经先开启等化枪再找人 没有人 那还是会点你的踩分吧不如 对 敌人可能会从二楼下来 也可能会从正门过来 等化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感觉在控制室里面就要结束比赛了 没看见敌人 但DIG的分数已经突破240分了 FBG人去哪了 千米 极限开了一个黑洞枪 能改变 黑洞枪也打光了 好像是没机会了 最后的5秒钟 时候开炮了 一个人炸进了点内 换掉了若西 这边摩托车再发力 点内没有人 那要恭喜DIG完成了一场漂亮的翻盘 DIG这一场比赛有惊无险啊 但他们的队手S1G 在今天开局的设计当中 也确实 让我们感觉到T2G的潜力 DIG的胜率其实也不低 而 再次 面对到DIG 选择到了 苏尼斯 苏尼斯两队的这个 胜率方面来说的话 没有说啊 像刚才的这一张冰海打那么长 那么常见吧 看一下 在一周啊 时间左右的调整和休息之后 FG 这一张突尼斯会不会有所进步呢 来了 这包C怎么还包一血呢 没想到啊 就菜鸟这边还没到位 G已经往前走了 导致这边 Oden直接抽掉一个 菜鸟心里苦啊 不是哥们不帮你驾 跑得太快了 来 放了一个人过去了 可惜换子弹了 男兽 我的换弹timing怎么被你抓住了 the bomber's been planted 时候 面露难射 这 是我的人 还有马克在看我 第一分 你猜是这样子吧 想想 刚才今年是顶了 顶了 是吧 他分裂门 他分裂门是从这个 中段回的房 哦 你要小心顶就行 小心顶 继续吗 继续吗 嗯 继续吗 继续了 来看一下这一次 依旧是让 Oden 去到 酒教当中 马克紧随其后 这一次 F1G没有选择抢进点 不换力吧 290 酒教 来不来人 A大 来不来人 左右两边 反复摇头 我军在这里等你 你来不来 大鸟先鞠一个 哎 酒教再过一个 这个过点 第二场甩得很快 再来A大 这边感觉可以抱团往外上边拉一拉啊 要不要走 稳了 不稳 这边 荒链门这一错的话是给到了机会 啊 这一不够主动 有的时候也会给出机会啊 这边若曦的一打二 最后 被时候 这么玩啊 一蹲 我刘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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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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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进攻方上面的话 后续让 猝后 最减了这个包 是 CG的防守中心还是放在了A点 有没有一些给他酒教的道具啊 其实这几波打下来 CG应该是知道 CYG如果来到A点的话 酒教放的人是非常多的 对 对其实有点难办的 来看看这波 酒教飞下去 除了喷一个 哇 这Odan 你想说什么 这Odan 他挺勇的 而且在黄步下 双口门的两个人 有点被打怕了 就是他子弹打得很多 但是命中率没那么高 但之所以他命中 正因为他命中率没那么高 双口的人才被下退了 虽然没打中 但是给你时间跑了 你也没有想去反打他 是的 但这局当中啊 DYG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各打一个 拿下第二分 他这么这么摸了 你偷 这么还一样 下次要跟 穿梦没事的 他G不拉双口跟我对的 他黄不后 没事 他拉了 来了 天坡DYG还是很细细的沟通啊 继续跟 G确实不跟你对 这边SPG也挺聪明的 我G就是一波防守G 等你的第二枪位出来 我再来G你 对 打得没有那么的强势 阳台 先看一眼 但SPG中路是 并没有给到太多的一些压力 DYG这一次进攻的方向 可能要来到中路了 要看中路这一块 DYG的节奏什么时候发起 风里面这边 也没有往前走 右靠Nono 右靠Nono 也没人 一个人开始玩起来了 看到了 Nono躲到了角落 有一个雷吗 Nono上是没有吃到雷的 这个点应该是排过的呀 看要鞠两个 哇 太快了 这一分 他们是第二次 他们中两个人蹭的 一个宋多一个Nono 还有一个马的 还有一个马的 对 他那个马是看 第一时间吧 先贴大 先贴大 名字把你贴近点 来了 继续想要搞事 看一下SPG 在防守房当中 刚才不是说 有人要贴近点吗 野人给的很死 贴近点的人呢 记忆在中路 跟对面的好兄弟 签名 做一波小的拦截啊 因为怕这一次 DIG会有中路前顶的情况 两人的双架 尤其要小心对方的拘手 千万不要给对方 任何的机会 中路SPG 基本上 不会给到 太多的一些拘位啊 突然注意到一点 签名居然还没有开张 对 现在比分一来的2比2了 签名 快了呀 年纪轻轻的 既要有车了 还早呢 这 还上半程都没结束呢 这黄布底下 跟他这不过的 打两个 第三个感觉有 但又是苏诺的标志性拳套啊 就是苏诺收到消息说 兄弟 我 这个黄布底下被 打两个 苏诺说收到 一拳给他带走 是过来练健身的 问他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估计自己人都傻了 但没有想到 马哥这个时候 连续的两局 轻松拿捏到位 这个餐具 能让马哥拿下来 还是一样 网绞 你可以 这把我们打他们 就没必要 有时候去蹭一 你可以先帮我们去下下中路 OK 那他去下楼不敢拉我们 看一下中路这一波 马哥已经掏起了狙击 对 FBG一般防守方 这一侧中路阳台 是不看的 很少看 或者是看一眼就走了 阿修林没想到 NoNo直接被逮到了 这波铅铭藏雷射 藏得很漂亮啊 又换了一把短剑 这B电的防守 一开始是不用担心了 马哥 一个人 竟然从中路 直接来到了狗洞附近 他怎么能够知道的 他 这到底 这一个经验 拉满了 有些 最大最想出血 但除了 有没有接 两个人的可能性 直接掉一个 孟转转 有叫之一 也拦贴住了菜鸟 只剩下时候了 但时候 还在继续想办法 苏诺已经趴住了 露脚了 继续 抱头位 可惜 按照今天 时候的准度来讲 应该是 没机会的 啊 今天狙击 准头太差了 从那三枪开始 我就大概明白了 差一点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地上趴了两条鲨鱼 没有办法 4比2 B前面在哪里啊 在场了啊 我来 我帮你给雷同学 他第一次去的 他们都会穿那个点吧 这波要打得稍微快一些了吗 来B点这里的话 会给到近点的R90的威胁 是 先藏一波雷射 趴住 等待 耐心就好 会有人给你送的 换位置了 马哥 对阳台情有独钟 这位置好像 洛西也这么玩过 这就是洛西是吗 就整颗雷了 那我宣布 洛西在跑阳台 竞赛当中 荣获第一名 记忆还是不行啊 我觉得若是这条 好不用次 才能被队门打掉 马哥笑得好开心啊 他似乎想到了 什么开心的事情 但是下一秒钟 好像 有人替他不开心了 痛苦转移大法 三大四 先下包 下完包之后 若曦到狗洞这一侧 但是 我觉得 SBG的人 绝对没有想到 在B点下包的时候 竟然有一个人 他在A点 对 但时候这个位置 断的也很漂亮 这个三局的一打二 不是说 没有机会的 看一下这个位置 二打三 狗洞买两个 除直接跳到高台 时间是不是有点不够了 狗洞是要轻的 直接摸 哇 那就没机会了 只要狗洞这边 一个也没换掉 剧掉一个也是 无济于事啊 还是被CYG 拿下这一分 卧操 咋了 除非这个他俩才没去到 三枪啊 怎么说 还想一样 把B型的那个人搞死 我B型也给你压这个 我可以搞他 他很蠢那个人 帮我 哦 怎么 怎么开始压力 已经对面来了 签名 还是时候 到底说的是谁 感觉从目前 从这个战绩上面来说 可能是前面的兄弟 那签名的话 我就不意外了呀 毕竟曾经给DYG 上过压力的 哈肯阴影 还立地在目 签名 又是跟NONO对位 当时好像在二楼窗口那边的话 那个人就是NONO 命运的齿轮 最终还是转到了NONO这里 对 他当时小母乡 还被签名顺掉了 这种画面好像 最近来看的话 不多了 确实不多了 对 因为这种镜头 确实太极限了 哈肯的极限名场面 这俩兄弟到底要干嘛 你们不如先打了吧 还是NONO先出击了 还是我先动手了 时候只能过来帮忙 明将军 我过来给你报仇了 直接溜了 好 这个位置 菜鸟 先鞠掉一个 哎 A大还是有人 酒教也有人 菜鸟很忙 他就是要把入区里给点钉死 他知道A大是牛了人的 那马哥来了 那就没办法了 突然从天而降 我感觉其实在上半场当中 他们有很多残局上面 都是很可惜丢掉的 并不是说 自己前期的战术部署不好 大家换编之后 FBG来到进攻方 哇 青春团 这里 还是 风险很大的一个操作 FBG 两人 对 抱团 直接从狗洞出 选择先拼人 但是速度这一局很快 高台 一左一右 全部拦住了队面 完了 一个也没换掉呀 应该是无了 灾难 但想法其实不错的 如果说高台两个都打过了 那整个B点其实已经进去了 那问题就是都没打过 有的时候 在正面的冲突当中 为什么我们强调 一打一你要打赢 如果一个都没打赢的话 你剩下的队友特别难受 比方说现在的时候 时候 嘶哥在高唱 我该如何存在 剪包三个人就拉出来了 这部裁面 这样DYG没动 好少见啊 只能说 DYG 感觉他的想法 其实就是放时候走 是 比较稳吧 哇 就两边的思路 太有意思了 中路是走了 一二三个吧 中假币 中假币 我换个位置 我去那个啥 我去 我吃了 我去那个红台拐脚了 你就红台拐脚了 嗯 就 时候 他在他口洞里也不动 然后没有想到 我们镜头当中 看到DYG 也从来都没有动过 哇 哇 把LONO连住着 哇 多少个闪啊 什么概念 这是什么 古希腊吃闪的神 没 没睁开过眼 但这一分 好像 大量的闪光弹 没办法帮助 DYG 没办法帮助 SBG取胜啊 LONO说 我这辈子 没有在同一时间 吃过这么多闪 是的 太夸张了 2比7了 受不了了我说四颗 他们就一个 什么四颗呗 白的牙 他又不打你了 我孵化了哥们 那你躲着呗 笑死我了 打得我认识一枪 不敢开哥们 我说 我被拔了 他们真的 他人都懵了 那么多闪 LONO从这一局开始 就睁眼的时间 比他闭眼的时间要少 夸张 现在比分上面的话 DYG已经领先太多了 真的领先 只要现在已经到局点了 怎么办呢 SBG换编之后呢 也一分没有拿 进攻方的战术 也没有打出效果来 现在真的很艰难 对 怎么办 我觉得不如咱们 胆子再大一点 对啊 我觉得可以搞事 前面对于B点的搞事呢 都失败了 然后又丢了一波四颗闪 但现在感觉打得 有点没自信了 这边来到A大 打一波常规的进攻 看一下 难得要 潜入进去了吗 W3开到 这个闪 一个时刻准备就绪 给它黄步 有了 有了 有数据反馈 走 走你 前面打一个 一个 完了 孟创全来了 但是还好 只打掉两个 Nono也过来补防 单元的一对二 其实还是很难的 时候的下方 下方就上了 对 这高点有人 没机会 刚收获 别时的高点 立马就出现了 上马他们两个 只都在一把 那速落A 速落A 双击都在A的 我带我带我带 我带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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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速落A点了吗 这一波 要来了吗 但是好像要撞上了 来看一下 这一波 先带走一人 静点的情况下面 其实没有注意到的 那完蛋了呀 速落 可是DYG最喜欢的 就是万杰尼这种 我有R90 而且是两感R90 这次DYG 墙写配置会更好一些 仿佛他们猜到了 这一波SBG 可能要速落了 难受了 确实是没有想到啊 时候 虽然说这一局当中 是SBG当中 击杀最高的人 但是好像也无力回天了 没办法抵挡 一打三 比上半的难度 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最后通过一波穿射 成功带走了对手 然后 恭喜DYG 目前2比1 也是拿下了赛点 只差最后一分了 看一下两方的这个胜率的情况啊 最后一波 DYG 唯一输掉的两次 其实就是在 全世界路口突袭上面 而S3D 别看他这个胜率比较低 他其实也是打了有 7次 没犯这一次 7次的是全世界路口突袭 还是比较熟练的 对 看一下第一波啊 对 基本上 DYG的进攻方 新往A点去走 爆团 两个人踩点 两个人往前去推 目前换到短剑之后 不知道效果怎样啊 冰多少圈也是有跟皮蛋 稍微练了一下枪啊 第一波 马哥 木川川 若西全都杀起来 包括NONO 导致命数 SPG这里是落后比较多的 基本上 DVG的五个人 都是一条面换两个人的 所以导致 初期的节奏 SPG也是非常落后的 而这波再往前点 天桥的位置 对方没发现 菜脚再回去 看到对方在A点 有很多人 想要围点打圆 赶紧吧 诺诺 哇 没打过 这个位置 只要你出枪 大概率就是没了 这波SPG 就因为中路那波 开出来 节奏 出回来一些 不会吧 我没子弹了 可惜 幸好没子弹 不然这三杀 SPG节奏估计就没了 那现在整体看下来的话 SPG命数追回来不少 但从小地图来看的话 DVG的空图是比较大的 表现会有压缩 等个情况出现 B点 第一个进度条件踩完了 那算是想要去拉侧边 哎呀 打了一个酒吧 让天明跑了 天明能够活下来 就代表这把运气 可能就在天明这一阶 不会吧 哇 若西 这边他挂了拳套 应该又是没子弹了 六打八有机会 天窝 想要听到近点的小飞机 太近了 他可能以为是跟雷 还是什么 他没办法把小飞机打掉 这天明到底是运气好 还是运气不好 嗯 运气手横吧 有的时候运气好 有的时候运气不好 运气好了之后呢 运气就不好了 运气不好呢 待会儿运气可能就好 听军一席话 如听 不过听说的没问题哦 就刚才看到签名 他能够被打酒吧后离开 同时呢 他也能被小飞机拐脚水 哇 养不了了 但是他还在不许 这个人狗子在桥下 我没大的 我没大的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大 我没有 我93% 我93% 你急要打到前 你别再个烟啊 我先给你太大的烟了 我先给你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 有大 但是应该不会第一时间 请你去开 对 这把DYD拼枪都能拼赢 对初期我们看到 DYD他一般情况下 不会去开这些技能的 若曦这边直接开启了等化枪 哇 三个中 四个中间技能连开 好像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啊 看一下秘术 已经压加了 我的天哪 已经被完全的压护和点了 但子弹又完了 是的 若曦怎么看到他就是没子弹呀 他在吃子弹吗 边打边吃子弹 这四个中间技能开完之后 SBG只剩下六条命数了 而且 SBG因为这一波存活的时间 较短 导致他自己中间技能充能的时间 是比较短的 22比3了 幸好这不是三分之的控制 有点梦回 要我给你变方戴了 是吧 2比1 你让我压了 是你后来让我压的 我是极端要去的 没说他极端要去 他活在那的 不是 是有人在极端向他才会活在那里的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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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差一秒 我的锁还开枪了 我都没开出来 哇我的 小心 好马哥 好像是因为复活点的原因啊 心态有点疯 马哥压力来了呀 我这个攻可以 他发现不了静点这个人啊 而且又是签名 只有小飞机 哎呀 这一次没办法 没有小飞机 对 主要他不是马哥的小飞机 就马哥小飞机专打签名 其实你们不知道马哥刚才为什么那么生气 我知道 你说 因为马哥想开核弹 刚才马哥多少人 八杀死的 八杀死的 八连杀死的 那确实难受了呀 哎呦 打酒吧了 丢小飞机 丢小飞机 哎 好像没什么效果 丢小飞机自保 哎哎 有防爆 有防爆 右边对面的短枪 嘟嘟脸了 啊 时候这个是 好 这弓还好没拉出来啊 有点要压复活点的意思啊 这可能没有起了终于技能的压复活点啊 基本上没机会了 十七打四 最后三个人头 看一下会回到谁的手中 先兵也被抓到 速冬 高打低 还在pick 这就是职业选手的pick吗 堪比欧里 我控制定吗 一个没上 你们你们要去压剧荡枪也响一声嘛 卧槽 我就 他们还要走人吗 他们学压里面走人吗 没 偷了一个 偷了一个 马哥还在抢那波集荡枪 心心念念的 连杀没有了 马哥念念不忘自己的连杀 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有个目标 真的非常好的 你没目标 你这一把拼搏的动力在哪里 这时候我就在想了 马哥 八连杀都这么难受 那当初有个男人十九连杀 睡得着吗 那个跟kink同名的男人 真的睡得着吗 真的 就马哥现在八连杀被断了都这么难受 很难想象 kink的心情 这个力端还能再压复活点一波 这一次我们在集装箱 这一次我们在集装箱 我替你喊出来 马哥来了 马哥一定十九杀 二自杀 哇 哎呀 那这次脸上人太多了 而且这波已经形成了十七夹三 前后的包夹 时候开出榴弹 只剩时候的榴弹炮 时候炮 然后这个炮何去何从 炮 再炸一个 想到 但是没有机会 恭喜GYG 今天在和FBG的对抗刀中 三比一 拿下了比赛 这一张戏剧模式啊 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 看到GYG 其实在这张公司当中 做得最好的一点 就是前面十二分之后 连开四个中心 压了一波复活点 导致这边的命述在前期 就已经锐见了 费升了一波 我永展一秒 竞 geared不到了 是美人érie 他